因素 筛动指数开高 但8800魔咒破不了 韩周行情压回 最后小涨7点 收在8744点 2月3月 这两个月月线都收红 它反映了一个资金的行情 那接下来假如说 在4月份也收红的话 连三红 就技术面来说 它这是一个 恢复到一个多头的格局 三月交易结束 外资狂买 推升完美据点 月线连二红 只要4月份再收红 技术分析上连三红 就有机会迎上多头格局 不过专家认为 台湾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 台股这一波要持续反弹 还是得看资金行情 2月3月是很大步划的往前走 那到了4月份 即便它收红 但是它可能是随步的来行进 4月份台股变数不少 7月3月营收要公布 月中国安基金决定要不要退场 月底又有台积电大力光 重量级法说 国际间4月中 IMF世界经济报告出炉 加上4月底美国FOMC会议 台股4月行情可能缓步上扬 三十五星期视频就到 然后呢